吴思瑶委员昨天在下午4点的时候说 去这4家店买东西呢 是全部记在他账上 但是呢我们去逐一询问之后发现 没有任何店家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呢有店家希望我们可以去检举吴思瑶 然后也有店家直接打电话去跟吴思瑶办公室确认 结果呢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件事情 甚至抱怨吴思瑶有这样子的活动的话 应该要先跟他们讲 那我们的助理呢是非常有礼貌的 最后呢也都自己买单 那买了很多像是炸鸡啊 像是这些所谓的豆花等等 所以绝对没有去为难店家 而且还消费还帮忙推荐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吴思瑶要先上车候补票呢 活动还没宣讲开始 那就有一位仁兄跑到水龟博 去对着老板说他要买30份豆花 指明吴思瑶买单 这老板呢当下仗二斤刚摸不着头脑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许小新这么急 宣讲还没开始 他就先去消费 我们本来以为他们应当是宣讲完晚餐时间 然后可以来享用我们在地的美食 所以有一位年轻朋友就到水龟博 那一口气就说要30份豆花 然后指明吴思瑶付钱 老板马上打给思瑶服务处 我的助理火速的骑摩托车 带着钱包要去买单 我服务处就在旁边很近 不过几分钟就到了 没想到呢这位仁兄已经不知去向 作为一个堂堂的立法委员 去对于小商家们 这种恶意的录音 恶意的去为难店家 去干扰商家 人家沉沉实实 善善良良做生意 然后把录音党公开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欠缺道德的